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星红法师 今天罗汉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安安尊者 安安尊者过去时是奉佛陀的因缘 前面我们说到婆罗门之子大师 因为出城游历 看见百姓们为了求取衣食 劳累身心 造作种种的恶业 大师非常的不忍心 于是请父亲布施仓库中的财宝 所有的人就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大师都满足他们的愿望 就这样过了一段的时间 仓库中的财物已经送出了三分之二 那时负责管理仓库的人就跑去禀告大师的父亲 自从大师广行布施以来 仓库中的财物已经布施出三分之二了 若国外的使者来会没有礼物赠送给对方的 大师的父亲听后就暗自的心想 我不认为你我儿的心意 我宁愿耗尽宝藏 怎么可以中断他管醒布施的愿望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啊 仓库中的财物呢又用掉了三分之二了 这时啊管理仓库的人就很紧张啦 所以呢又再次来的禀告 那大师呢的父亲就告诉管理者说啊 我从未当面呢违逆过我儿大师的心意 你呢可以用擅草方便借故推托 当他来求取财务时呢 你就假装不在 让这些剩余的财宝啊 再存留一段时间 于是啊管理仓库的人呢 就关闭了仓库门窗 然后跑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了 大师啊找了几次这管理人找不到 也发现说呢仓库中的财务已经所剩无几了 他就接着想说我要如何才能得到更多的财物 才能满足我不失救济的心愿呢 这时啊许多人就给了许多的建议 像是耕种啦饲养畜生啦或出门买卖 甚至到大海中呢去寻找珍宝 但是啊这些世间的财宝总有一天会用尽的 最后啊大师决定要到龙王的龙宫去求取如意珠 因为啊这如意珠能够降下八千游巡内所有需要的七宝等物 而炎福提呢只有七千游巡 所以啊这宝珠的功德能够满足炎福提众生的需求 那大师呢经过重重的困难来到了一座金城前 这城外啊有七重的壕钩 壕钩内呢都是毒蛇 城门口呢也有两条毒龙在守着 大师菩萨就非常的怜悯这些毒蛇毒龙 因为呢他们都是因为前世的愤恨嫉妒怒害的习气太至圣 而造成了金山成为毒蛇毒龙 于是啊就入了此心三昧 这些毒蛇毒龙的毒啊就都去除了 大师呢就可以走入城中 城中的龙王呢坐在宝殿中 要见大师菩萨走来就惊恶的想 我的龙城外有七重壕钩 壕钩内都是毒蛇 其他的龙和叶叉都无法越过 究竟他是什么人能够来到此地 龙王呢就觉得很奇怪 想说这一定不是普通人 急忙的下座去供营行李 并请呢大师来到殿宗 把自己的位置呢让给大师来坐 并准备丰盛的美食来供养 等大师食用过后啊 龙王就请教菩萨的来意 那大师菩萨就回答 厌福提众生呢福薄穷苦 为了满足衣食而不惜造作种种的不善业 命中之后又堕入三土恶道受苦 我非常的怜悯他们 想要救拔他们 听说龙王宁肉如意宝珠 于是我涉嫌远道而来 希望能够得到他 龙王也回答 这如意宝珠啊 是稀有难得之物 大师专程前来 当然希望能够送给你 如果您要得到他 请留在这里四个月 接受我为伯的供养 并为我说法 大师呢随即答应了龙王 龙王非常的欢喜 每天奉上种种的美食 还做种种的祭月来供养 那大师菩萨也为龙王讲解 诸法的名相及本末因缘 广为宣说诸法的义领 龙王专心听授 而且呢朝夕问候不失时节 还恰如其分的采量 大师所需要的物品 在大师需要的时候呢 随时奉上 其他的龙夜叉想要求见大师菩萨 龙王也安排的进退有度 奉饰的这四个月中啊 都能够合一的掌握时间 妥当安排 四个月后呢 大师菩萨要来告辞回家了 龙王就解下了法际中的 如意宝珠来供养大师 并且立下誓愿 大师发红誓愿 此行广迹 悲悯众生不但勤劳 必能成就佛道 记把苦难众生 届时我愿做您的侍者 成为一名总持弟子 而大师菩萨呢 也应允了 大师啊 回到自己国家后啊 就拿着宝珠求愿 请让我的父母 国王 成名所有仓库 都得以充满 说完啊 随即拿着宝珠 指责四面八方 结果哇 这些仓库真的都充满了 种种的各种宝物 众人呢 无不惊喜 大师呢 就随即的派人 乘着八千里像 糟糕言不提所有的人民 大师啊 从海中平安归返 获得如意宝珠 功德奇特 其日后啊 将令宝珠降下一切的珍宝衣食 大众随个人所需 随意拿去 请大众呢 持守斋戒 准备等待 等大家都拿到自己 想要拿的东西后呢 大师观察人民 无所缺乏 便派遣呢 臣子到四方呢 再去糟糕言不提内的人民 你们先前啊 因为贫穷 为了求得衣食及财宝 互相的欺骗 杀害 建立妄议 命中呢 将坠入三途二道 累劫受苦 我非常的怜悯你们 却无法相继拔 所以呢 不顾艰险的 射入大海 或者这个如意宝珠 用来救济你们 现在 既然以无所匮乏 应当自我勉励 请修食善业 收射深口意 仁慈孝顺 精进克制心念 勿携带放异 大师啊 以种种的方便 广为宣教 令大众奉行善法 佛徒说完大师的本末 音缘后呢 就接着说了 舍利佛 当时大师的父亲 婆罗门 女居楼陀 就是现在我的父亲 姓范王 当时大师的母亲 就是我现在的母亲 莫喝莫言 而大师 就是现在的我 京城中的龙王呢 就是现在的阿难 阿难啊 当时在做龙王 侍奉于我时 旧山枝 时节进退 直到现在 向来呢 就知道如何的 合一掌握时间 妥当安排 因此阿难要答应 担任我的逝者前 为要求这三个愿望 我就是随他的意愿所求 阿难听完后啊 非常的欢喜 从座而起 常规摒摆佛陀说 我愿尽情受 为佛逝者 这就是今天 与大家分享 阿难过去是 侍奉佛陀的因缘 今天的分享至此 感恩各位菩萨们的 不是慈悲欢喜 阿弥陀佛 都没有 谢谢观看